记者目前人就位在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的朝近公园路口附近 持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下午发生的严重山崩意外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现场呢 其实已经有大型的机具来进驻进行这个土石的开挖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这些土石们实在是非常的大 而且严重的阻断了整个的道路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还有多部的汽车都受困在里面 是无法动弹的 稍早的时候呢其实是还有民众呢 到了车上来拿走车上的东西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因为这个落石实在是非常大 也非常的严重 因此现场其实是拉起了封锁线 并且呢现场也出动了许多的消防员 除了基隆市的消防局来到现场之外呢 另外双北也派人来到了现场 而目前初步来看的话呢 总共新北市的消防局出动的六车十五人 而台北呢出动四车十二人 其中另外还有两只的搜救犬也到场了 因为这两只搜救犬就要来看看说 现在目前现场还有没有人受困 并且呢要来持续来进行搜救 不过目前初步研判是 目前疑似是没有人员受困了 因为根据现场民众的表达 他们是表示说 整个山崩的当下呢 其实是没有看到人员受困的 不过因为呢这个整起的事件实在是太严重了 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还是出动了搜救犬 另外呢 基隆的消防局则是出动了十七车三十人陆续呢 也有更多的大型的机具都已经到场了 而目前的最新情况来持续为大家做更新 目前初步研判呢 现场当时是有七个人从中逃出 另外呢有两名男子是有轻伤 但是呢都只有疲漏伤 已经送医了没有大碍 而这两名男子呢 其实都是各自的驾驶了这个小货车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 其实有两部小货车呢 其实压毁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甚至呢有小货车是被这个落石打到了边坡 整个样子是非常的惊悚 而另外呢 整个受波及的情况呢 目前初步研判是十部车辆受到波及 其中有两辆是货车 七辆是汽车 另外呢还再加了一部机车 也遭受了波及 不过目前初步研判是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员受困了 而且呢也已经都排除了现场的人人员了 那现在呢公务局呢 也在持续的来进行的整个的落石的处理 大型的机具也持续的开挖 希望能够尽快的将整个道路都抢通完毕